我們有1.5米 所以你帶著很好的東西也可以回來 要保護貴重的資產 對對對,我們現在距離夠遠 真的嗎? 那我拿下來 請 這邊稱委員嗎? 就叫我調控就好 謝謝你這樣對台灣的付出 我們大家的付出這樣 那我之前在YouTube上看到你有自爆地址 那我就過來拜訪這樣 很棒 那就是因為我自己本身喜歡 興趣是創業吧可以這麼說 所以就是摸索之下 在前幾年我也去看過尤魯斯基金會 是嗎? 對,那時候拜訪然後有去瞭解 可是因為 就是本人 能力上每個人的能力都不同 所以我在瞭解之後 蠻朝著那個社會企業的方向來做 那在去年底的時候開始創業 那創業的部分 就是 畢竟很多資源都要慢慢去學習這樣 那再看了你的作品跟 後來看了實驗中心的部分 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其實這概念好像又有點不一樣 因為社會企業應該是 就是著重在我一個事項上 那我就成立一個企業 那在新創實驗這邊的話 好像就沒那麼的局限在那個部分 就主要是你可以一次試很多個題目 那看市場的反應跟你的群眾的反應 哪些大家覺得是很有道理的 可能要做點錢去紐約時報賣廣告 那樣子的話當然他會有答案怎麼樣 那如果就是沒有解決到真正的問題 那你的利害關係也會一下就跟你講這樣 就比較靈活性的出來 對 那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大概就是這邊 簡報大概跟我們 那其實 目前我們就是想說 我們主要是做一個社團 利益這個社團 那在幾個人 目前大概只有我一個人 那我聯絡的人是蠻多的 可是 透過就等於我要把他聯繫起來才有用 那目前主要在推支持我一個人 那 就是目前的主要方向 我們也是在內湖開始辦活動 那辦的活動就是其實 我們的概念就是很簡單 我們第一步先把民生做好 那民生的部分就是把錢賺到的時候 我們有多的經費 要做其他事情都可以做 那我們在 怎麼說 我們希望能夠說 做到後來是一個能夠 幫助到 更多人可以創業的平台 我們主要是做平台 那我賣的商品的話 也不是自己的東西 例如我現在可以賣的 就是便當 然後有保險 然後也有園藝的部分 那另外還有我 遊艇之類的 我們也可以做 那我們希望是製造平台 讓大家能夠參與這件事情 然後去改善 我自己覺得改善台灣創業的環境 因為我覺得很多朋友 在創業這件事情上都會有遇到困難 可是我覺得問題最大的困難 不是在於金錢 而是在於很多人 在台灣很多想法都 講出來都 都不太有人支持那種感覺 對 那當然你們像你創業能力很強 所以你的見解都比我們好 所以我想說今天有機會來跟你請教一下 我們提出來的東西能不能有更好的轉換 那大概目前能夠講 就是 其實很簡單 我們使用的方式就是用Line而已 我們在陌生開發 去透過Line去連接更多人 那有了群組之後 就像現在很多什麼 細紙集團 什麼集團 那我們透過集團 那在電線上 我們已經 搭好橋樑的這些老闆 那我們來做交流 然後分享這個利潤這樣 這樣交易是發生在什麼時候 交易發生在什麼時候 就是說 現在 現在直接用iPad 賣嗎 倒沒辦法 我們現在只能用現金交易 那因為我們現在談到的老闆 就是 例如便當店的老闆 我們談好了 那直接幫我們送 送了之後就是他們現金交易 那現金交易之後 我們主要是跟商家收取 目前大概都定百分之十的 他們的利潤來 賺捐給我們的市場表 那物流是誰在做 是他們自己騎的機車還是 他們自己 目前的便當店 他們自己都本身就在收 所以他們會幫我們處理掉 OK 所以簡單來想說 物流金流都不在你這邊 都不在 那我們等於說 我們只收取 最後他們等於算 因為就像 Uber E的那樣的收法 可是我們只是收 Uber E管金流 對 對 這我知道 我去做Uber E 是嗎 對 所以等於你們是一個 不處理金流的Uber E 但抽的也沒有Uber E那麼多 對 對 大概是 方向大概是這樣 那 就是說今天想提問的是說 嗯 因為我們知道 唐鳳寧本身在 創業就很久成功 然後33歲的時候就退休了 對 我們這樣 我們在提上 我們希望 我們也希望退休 可是我們跟很多朋友講的時候 很多台灣的朋友會說 不敢想這件事情 對 Ober E已經五六十歲了 他還沒在想這件事情 嗯 那想說不知道 你本身的你的經驗 是怎麼樣可以分享 我想最主要的 如果想到退休 想到就是你的公益目的 其實很多人他退休 是他再次創業 其實他這次創業 就是創一個基金會 或許的會合 就是一個非營利組織 所以我所謂的退休 也不是說我就不工作了 而是說我的時間 都用來投入公益的意思 跟一般人所謂的退休 就是什麼事都不做 是合同的一個想像 對 這個我可以理解 因為我自己 當我高中的時候 的目標就是 因為我父親賺一個月 賺三萬 我母親賺兩萬塊 那我想說 那時候聽到 我這輩子存一千塊再定存 我一個月就五萬塊 我就可以退休 那當然經過這二十幾年來 我再努力 我覺得我的目標 是不在於退休了 而是在於財富自由 之後我要做什麼事 我可以再去做 那我想請教的是說 財富自由這塊 就是說你的 退休的幾年前規劃 這塊怎麼理財 像我現在想法是 我現在存到三千萬 在保險儲蓄裡面 那我一年也是六十萬的收入 那不知道 當供怎麼去規劃這塊 可以請教 對我現在當然是因為 你有納稅來付我的薪水 所以我沒有想這件事情 那我在33歲以前 我的做法大概就是說 我是保留一些顧問的職位 那這些顧問的職位呢 其實我在給顧問建議的時候 我大概都是希望能夠 像我當時是蘋果公司的顧問嘛 然後或者是另外兩家像 像牛津大學出版社 然後我另外一家叫Social Text 那他們之所以會 留著我的顧問服務 是因為我能夠告訴他們說 哪些創新的想法 能夠把他們的作品 能夠結合社會上更多人的力量 所以等於是說 我是一個通道啦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其實還是收顧問費 我並沒有做完全是免費的 那事實上每一家我都還收蠻多錢的 但是呢我收的錢呢 我全部是等於是公益用途 因為他付我錢的目的是因為 讓我扶到他們 能夠把他們做的一些事情 能夠讓大家一起來加入 就是所謂的開放原始嘛 Open Source 所以我就可以說 雖然我有收錢 但是我是For Purpose 就是為了一個社會目的而工作 但是With Profit 就是我還是得吃飯嘛 還是有賺錢 所以我所謂的退休 並不是說我就沒有收入 但那個收入一方面 因為是勿問值 比較像被動收入 那第二個是說 我給傳的建議 也都是有網紅利益的 是 我想起來你在網路上後來 看到你們 就是如果錢不夠的再賺就有了 對對對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目前企業 因為我了解 就是最近看這個很多議題 我覺得企業本身 他就是解決了社會問題 因為像實際住勤班 就是我看到這個需求 我去做這件事情 那所以變成像 講個例子就是說 講個例子就是說 頂星之前未權發生一些問題 他為了解決實的問題 他成立了這樣 造成旁邊的問題 就後來剩了實安問題 對 那現在有沒有可能將這個SDGs的目標 就是植入到各個企業 有這個 現在以上史上的企業來講 他們都必須要有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那超過一半也已經是用我們一個叫GRI 就是用SDG的方法 來當作一個量化的標準 來告訴大家說 我在解決這一兩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又造成另外實務的問題 更大的問題 因為不然的話 等於大家各做客的全部都必死抵銷了 對 那所以像這樣子的 在上市會公司來講 這個已經是常態了 大部分的投資人 如果你沒有做像這樣CSR或SDG的報告的話 其實是不會投資的 這是第一件 第二個是說 如果還沒有公開發行 就是所謂的公信中小企業 我們現在有一個叫做社會創新平台 那在上面就是說 你還沒有上市櫃 但你願意比較上市櫃那樣子的標準 每年還是公開一次 就是說你沒有造成外部的負擔 而且你解決了什麼問題 那你只要願意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有很多鼓勵的措施 好比像是你的產品服務 有很多人來買的話 那我就會頒獎給 來採購的機關 或者是說 如果你需要一些媒合 投資融資等等 那我們在社會創新平台上面 都有很完整的一個資源 所以就是鼓勵大家說 雖然你還沒有公開發行 但是你比照一個公開發行公司的那樣子的 道德要求 去跟大家去給出SDG上面的交代 是 謝謝 謝謝 那下一個請教說 在台灣總是社會企業 或者說社會創新的部分 有需要注意哪些思想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說 那個創新它真的能解決問題 而一個創新它到底能不能解決問題 其實不是創新者說了算的 而是那些碰到問題的人說了算的 所以好不像說我們現在門口 有一個 您剛可能看到有一個電動車 那個電動車就是讓滑輪椅 然後賣一些口香糖 或者一些衛生池等等這些朋友 所謂的接賣者 他們因為利潤率並不是很高 所以說他們生活就比較辛苦 所以那一個呢 是一個叫天賦城市的一個計劃 就是希望說在上面放一些高附加價值的 我們像說咖啡啊茶啊等等 然後呢 它後面不是有個廣告看板牆嗎 那等於它就是自己舉牌人 要來的沒有那麼累 那但是還是可以收廣告的收益 或者是說下雨的時候可以放這個散吧 那或者是說你手機沒電了 它可以幫你充電 那我剛剛講的每一個 其實都不是這個團隊自己想出來的 而是它透過群眾募資 就是讓大家就是湊一點點錢 然後把它第一台的試作做出來的過程 它去問所有人 包括接賣者在內 你現在有一台這樣子的一種很漂亮的輪椅的話 那它知道已經不是輪椅 已經是電動車了的話 那你上面可以承載哪些 對你更有意義也更有尊嚴的一些事情 所以你留一兩張石頭湯 它只是拋出第一個石頭 那等大家都把這個想法 祭司光一湊起來之後 那它自然才會有這個社會創新組織者 把它變成一個企業 就是一個營運模式 但是如果這個組織者 一開始提出來這個梗不好 會再覺得沒有什麼必要 那講理如果就去設立一個企業的話 這個企業也沒有市場 所以創新先嘛 然後創新組織 組織起來之後再去成為企業 通常是這個方向 是 那個跟隔壁內間是 我們應該要輪椅 可是我上次有去參加過隔壁內間賣場 那是他們一起的嗎 是 他們也是同一個團隊在經營 喔 難怪聽起來好像蠻善的 對對對 我看到產品很多都是跟他們相關的 點點善 點點善 對 那他們團隊之前也有跟喜寒兒 一起另外合作 因為我們想到喜寒兒 大概都想到烘焙 就是餅乾麵包這些 但其實他們也有藝術的天分 所以他就把很多的他們的藝術的創作 變成剛剛在旁邊配合的一些小物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想到喜寒兒的時候 就不會只想到說 他們很弱勢很可憐等等 而說他們是藝術家人說 創作出現 我們沒辦法創作出來作品 那請教一下說現在社會 台灣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除了說這邊好像提供交流進駐 對 然後還有活動這些 對 然後投資的媒合 融資的福島 融資福島也 對 那另外說 除了這些的話 現在就是一般人能夠 為中心提供什麼樣的協助 大概就來辦活動 我們有非常多人在這邊辦活動 那每一個活動可能 他都是搶到一種不同的理念 對 分享給大家 這邊有很多不同的場地 所以當大家一起在辦的時候 辦完之後 因為我們看到半夜11點 大家又可以在彼此互相交流 所以策展辦活動 我想這個是大家可以提出一個很好的風險 提升大家的一個 的社會主持的意識 對 那大家知道 那就是說 因為我不太懂網路這些東西 我過去都一直就是不太用 可是我知道你有很多的地方平台可以去跟你交流 或是說去看到你的資訊 有沒有難 我上次來問過 可是我真的不太知道哪裡可以參 其實我每個禮拜三都在這邊 所以你直接來參加我其實最快 可是最近因為可能疫情的關鍵很麻 因為本來上午都是排可以自由拜訪 可是我每個禮拜追 他都都 從上個月到現在都是空跳角 其實你看這樣講 就是說 禮拜三上午的自由拜訪 是先到先贏的 所以就像剛才也許你會變成是說 可能要提早一個禮拜來 看我有沒有空 或你那個禮拜來的時候 如果你時間沒有約的話 因為我們每次是40分鐘 所以每小時在40分鐘的空檔裡面 會有大概20分鐘的時間 目前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還是來現場 禮拜三在現場是最容易的 那如果你需要一份很完整的時間的話 那就跟我們小婷約就可以了 OK好 好啊 那大概就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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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啊